女佩穿梳八百次了 还不让回家 为了说服她 继续充当兢兢业业打工人 系统这次大方的给她开了金手指 小叶立马戏精附身 积极掰正剧情 梦想早日玩任务 回家啤酒夜市小龙虾 奇怪的是她演戏越努力 剧情跑得越偏 只因她被系统狠狠摆了一刀 她攻略的男主们 能听见她的吐槽心声 这才变成一人标戏 旁人吃瓜的尴尬剧 咱从头说起 恶毒女佩小叶死了 但不是按援助要求 被女主杀死的 大结局死的方式不对 所以铁面无私的系统 宣告任务失败 这弱智剧情又要重来 八百次了 不带这么玩的 小叶不干 打算和系统一起毁灭 系统被吓到了 心意良给小叶开了个吐槽 就变强的金手指 意思是 身处小说世界以后 每日定时打卡吐槽一遍 就能获得丰厚奖励 每过一个情节点 系统会自动评分 但如果剧情走偏 小叶可能就要一辈子 循环在这本小说里了 小叶勉为其难 那就再试试呗 这技能挺爽 就是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要不还是和系统 来个鱼死网破吧 但随着一声 您的系统已下线 小叶又再次穿进 熟悉的小说中 他琢磨着接下来的剧情 自己要在叔叔门外 主动现身 却反被男主九王爷 踹下马车 不过现在有了外挂 这丢脸的事 也不是不能接受 自己可是 这本小说中宰相的嫡女 从小就被当作 未来皇后培养 琴棋书画 骑射玉礼 样样精通 只可惜瞎了眼 偏偏看上九王爷 南宫目云 九王爷看似无权 与世无争 实则腹黑霸道 搅动风云 而小叶的任务 就是一直作死 撮合善良的灰姑娘女主 和九王爷 修成正宗 等男主登基为帝 女主成为皇后 自己作为恶毒女配 被女主杀了几天 然后从这本傻白甜 励志小说里 功成身退 叔叔到了 威劣三公是个狠角色 当今朝廷上 少有能跟宰相抗衡的人 他就是一个 爱真无聊来得太早了 既然现在没人来 那正好是是 金手只好不好用 吸气 发动 开始吐槽 等会儿下课 就要主动现身 九王爷还反遭嫌弃 被当众踹下马车 都八百次了没完了 反死人 九王爷有啥好的 除了好看点 高大点 武力直微高 还有什么值得喜欢的 世上帅哥千千万 这个不行 咱们就换 还非要一棵树上吊死 话说今天学什么来着 老太傅 不会又叫伦宇吧 他也才二十多三十不到 公华正茂一表人才 说不定还有八块腹肌 怎么整天知乎折野 摇头晃脑的 跟七老八时似的 而且 跟他富费很辣的人设 完全不相符好吗 丁 打卡成功 系统奖励技能点二 美貌值二 财富黄金一百两 哇塞 一百两巨款想想怎么花 对了青楼 老早就想去逛了 简直及时雨的 技能兑换就金钟罩吧 一会儿被踹跃了上 嗯 他来了 他拿着论语来了 古板的太傅 今天却拿着西香剂来上课 不该教论语吗 这是皇家叔叔能讲的吗 太傅死死盯着 再次传回小说中的小叶 盯得小叶好心虚 他怎么这样看着我 难道知道什么了 原来半个时辰前 小叶做系统吐槽任务的时候 出现漏洞 他所说所想 都以文字形式 一览无余地 展现在太傅面前 太傅本来正在以吃瓜态度 看他吐槽九王爷 没想到下一秒 就轮到自己 本官呆板且腹黑 天天知乎折掩摇 摇头放马 放肆 还胆想象 我有八块腹肌 小叶还说 这里是小说的世界 小说是什么 画本吗 难不成这个世界 是假的是画本 想到这里 太傅一把抓住小叶手臂 你就没什么 要跟本官交代的 小叶一愣 太傅 昨天的功课 我已经做完了 还装 那就别怪本官揭穿你了 太傅本想问小说的事 没想到说出口的却是 嗯 还算刻苦 如此可教育 聪明的太傅立刻意识到 这些事是不能往外说的 所以刚才发生的一切 不是整骨 真的是画本 这时 九王爷来了 这是男主 小叶立马两眼放光 九王爷却莫名其妙 瞪了他一眼 今天太傅和九王爷 怎么都怪怪的 难道突发疾病了吗 终于下课了 接下来要上演 当节表白被揣的剧情了 紧张的小叶 紧追男主 九王爷的步伐 开启精湛演技模式 我同你坐同一辆马车回去 行人纷纷驻足议论 这个小叶真是无百分矜持 九王爷明明就不喜欢他 还死缠烂打不要脸 堂堂相处千金 即便皇后都做的 何必自贬身价 小叶丝毫不在乎 心说大声点大声点 这都是免费水军啊 九王爷只淡淡回了句本王 今日还有事 小叶心说 我不会耽误你很久 你踹我一脚就行 然后快步登上马车 凑近表白 沐云哥哥 我喜欢你 说着还往他身上扑 心里乐呵的想 赶紧踹我吧 太傅躲在后面看好戏 要不是刚刚听到过 小叶的吐槽 连本官也要被他给骗了 不过他可真放得开 这种话都说得出口 能屈能身是个人 他以为此刻的九王爷 会认为 小叶倾心于他们 同时太傅好奇 小叶心里明明不喜欢九王爷 却要表现得非他不嫁 还闹得人尽皆知 究竟想做什么 莫非这是他所谓的 小说的内容 他需要还原小说剧情 所以演戏吗 太傅嘴角勾笑 那我在这个小说里 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朝堂势力如何发展 着实叫人好奇 那边九王爷 已经厌恶地 拽住小叶的闲手手 你放肆 小叶心里乐开了花 瞅瞅这才是男主 高冷英俊有艳女症 对除了女主角之外的 任何女人过敏 要的就是 这状态保持好 不过他心里也犯嘀咕 女主怎么还不来 我衣服都脱了 再不来 没法收场了 王爷 是否是小女子来迟了 身后这一声淬亮的吼声 让小叶终于看到希望 女主上场一个顶俩 终于等来一位 兢兢业业搞事业的 这不拒的原女主小夏 身份是夏家三小姐 可怜庶女 真是大救星 穿淑女配小叶一秒钟入戏 九王爷缓缓走上前 这是本王未来王妃 小叶标出两盘热泪 沐云哥哥你说什么 这时宰相爹爹来助阵 小叶可是宰相独女 相爷本有意 将女儿嫁给九王爷 如今九王爷 却当接任了旁人做王妃 旁边吃瓜的太傅 心说有意思 这个无权无视的王爷 想当众让全清朝野的 宰相难堪吗 小叶更加卖了眼线 爹爹要为女儿做主 别怕 爹爹给你做主 你先过来 小叶听后 不仅不走向爹还 往后缩了缩 心说你为我做主就好 过去就算了吧 我怕离得太远男主踹不到我 宰相爹看闺女 扭扭捏捏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转头又问九王爷 对此事就没什么要解释的吗 小夏扑通跪下了 恕罪恕罪 都是小女子的错 不关九王爷的事 小叶感慨 不得如此可怜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才是 被退婚的那个 女主系真足啊 闹得差不多了 该我的戏份了 小叶掳起袖子骂小夏 你少装可怜 虚拒无品观的庶女 别敢在本小姐面前造词 我看你们夏家不小活了 随后转头问九王爷 沐云哥哥 你这些时日 一直对我冷冰冰 就是因为小夏是吗 我堂堂向府 敌出千金 哪里比不上他 我自幼就喜欢你 你是不是哪里嫌我 做的还不够好 你说我改 然后狠狠掐了一下 自己大肚 挤出两滴泪 你说按个说 九王爷叹气 把手搭在他的肩膀说 我没有说你不好 那你喜欢我吗 暂时不喜欢 小叶立马舔狗兽进化 超级舔狗兽 还是我不够好 我配不上沐云哥哥 小叶抱紧九王爷心说 现在就等他一脚 把我踹开 然后带着小夏扬长而去 不过你倒是动啊 大哥不对劲啊 你不动这段剧情 怎么结束啊 关键时刻 女主小夏就吵 叶小姐都是我不好 要不是我 你和九王爷就不会吵架 我现在就走 小叶回头 还是女主靠谱 及时推动剧情 果然男人就是靠不住 小叶决定 还是和女主对戏 他猛然拔下九王爷 腰间的宝剑指向小夏 我杀了你 此刻按照原作剧情 九王爷应该及时闪身 挡在女主身前 然后踹自己 还好提前兑换了金钟罩 怎么踹都不怕 没想到九王爷 直接握住小叶手腕 大哥你怎么动手不动脚呢 难道是怕我疼吗 来啊踹我呀 倒是踹啊 算了算了 用手用脚都没关系吧 只要我能摔出去 应该就行吧 死马当活马一把 小叶决定碰瓷 他一头向九王爷撞去 抱起他的大胆 然后做出被踹的样子 转头又摔在地上 他使劲垂着地面 沐云哥哥 你竟然如此无情 我不活了 看热闹的人们纷纷议论 相爷千金 如此死缠烂 打连名声脸面都不要了 相爷聪明一世 却交出如此不要脸的女儿 尴尬的宰相爹 扶起自家闺女 小叶擦了把汗 长出一口气 这戏真难言 还怕主角打不过我 好歹故弄过去 现在就等九王爷 带小夏离开 就算羡慕了 没想到九王爷 亲切走过来询问 叶小姐 你没事吧 叶小姐 很抱歉 我不该让你当众难堪的 我虽然现在不喜欢你 但我和夏小姐 也没啥关系 不过是路上她的马受精 我把她救下 她听说我们俩的事 答应帮我假扮未来王妃 啊 什么鬼 大哥 你为啥要跟我解释 小叶的心都在底下 你的冷酷美呢 她可是极度厌恶女炮灰啊 九王爷接着说道 如果没什么事 我先送下小姐回去 呆若目击的小叶 内心崩溃不已 这人射崩了啊 转念一想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场戏算过关了吧 我陷了 我也被拒了 我也算是被踹了 算吧 系统你说是吧 系统无语 你说 这就是吧 太夫用扇子遮掩着露出头 这剧情可比市面上流行的画本 有趣多了 特别是这小叶 明明嫌弃的都快翻白眼了 还要配合男女主角演出好惨 宰相爹正准备带女儿离开 石王爷出现 相爷请留步 我九哥 他不是这个意思 宰相留了句 想来是我相府高攀了 日后二位王爷 也不必再等我相府的门 石王爷忙道歉 相爷放心 此事本王一定给相爷一个交代 想必叶小姐方才也看出来 我九哥对你还是很伤心的 太夫笑呵呵走过来 相爷 下官觉得 石爷说得甚是 九王爷方才对叶小姐也颇为看顾 想来也只是不满意婚姻大事 被他人包办 不如让他们自行接触接触 说着 太夫还拿扇子轻轻敲小叶脑袋 这部小说太杀雕 男主男配不当 女主填口 却纷纷围着女配 看戏科瓜子座等更新 只因川叔女配一吐槽 所有内容都会毫无保留地 展现在男主男配面前 刚才小叶在大街上 唯独九王爷的剧 太夫在凭空出现的话里就见了 也知道 他必须按照剧情当众现身被剧 不然会影响后续发展 太夫露出催更的小眼神 本官还想看后面的剧情呢 你可千万别不接醒 宰相爹发话 既然太夫都这样说了 老夫便忍这一刀 且看小女与九王爷 是否还有缘分 小叶暗暗伸出大拇指 不愧是当朝太夫不出手得已 一出手马上摆平 666了 再来个华丽转身 挤出两行热泪 爹爹 你不要怪沐云哥哥 都是我不好 我太任性了 女儿这就回家面壁思过 宰相爹也是感动的不要不要的 女儿懂事了 知道不全大局了 这要是在从前以你的性命 受这么大委屈 必然要去一把 将那下家给点 回去之后 小叶总觉得哪里不对 这个九王爷 从出现在叔叔的时候就不对劲 后面剧情本来应该踹我一脚 就带着女主扬长而去 可如今 男主人射完全崩了 但结局似乎还对应得上 凡人 接着吐槽吧 可算是演完了 累死我了 话说 那个九王爷是真废物 连我一个弱女子都打不过 还好我一开始就没用群力 不然我大概会成为 第一个打死男主的女妹 说起来 还真要好好感谢 那个心非老太妇 不然这是估计还没完 也不知道作者是怎么想的 九王爷的人设一言难尽啊 高冷英俊 腹黑很辣 但看他刚才的表现 分明是智商 被人按在地上摩擦 为了个女人 居然敢当场给当朝宰相难堪 这么蠢 若是真的公斗 活不过两极 他们现在也该到春旭桥了吧 大半夜的 也不知道哪来的兽精马 朝着女主就冲过去 女主也真是干啥啥不行 吃啥啥不剩 明明还那么远就是不赔 非要傻站着 等男主来救 然后两人抱着在空中转圈圈 然后男主酷伤女主 感动得稀里哗啦 以身相许 笑死 正常人不该怀疑 大半夜哪来的马 还有 他明明躲得开 为什么还要等人来救 最后总结 狗血剧情毫无逻辑可怜 不完收工 可是这次吐槽 为啥没有奖励 哦 应该是奖励每天一次 挨浪费拓 作为一个戏份不多的炮灰女配 没我戏份的时候 我该干嘛去 小说也没交代啊 不如去逛一红楼 只要不影响小说主线 就OK 下一秒 小叶换上男装 出现在青楼 喝酒吃葡萄 好不悠哉 小官人生的好生俊俏 怎么从前从未来过呢 这不是从前没钱吗 以后定常来光顾 而九王爷出现在青楼外 看着屋内小叶的身影器的牙痒 你骂本王骂得很高兴吗 原来九王爷也能看到小叶的吐槽 他本来以为是谁的恶作剧 没想到在马车上 竟真的印证了那次的内容 特别是在跟小叶接触的时候 分明感觉出来他在隐气 难道他从前对本王所有的爱慕 都是假的 都是演出来的 傲娇九王爷气得锤拳头 这个女人原来一直在愚弄本王 实在渴 身边的原女主小夏 看得一口雾水 王爷为何如此愤怒 是想到了什么 还是宫中有什么意义 九王爷想到刚才小叶的吐槽 那些字说小夏会被金马撞 还说本王会奋不顾身相救 抱着他转圈 可是马呢 此刻楼上的小叶 也来到露台看下一场戏 他倒数三 二 一 把耳朝女子跟去 男子下意识地要拉他一把 不然男子收回守原地看戏 只因他提前知道剧情 这个剧里女人明明可以躲得开 生命受到威胁的最后时刻 小夏不再对九王爷抱有幻想 立刻在地方翻滚 果然他躲得开 这可吓傻了楼上看热闹的小叶 他怎么没救啊 我的英雄就美呢 我拥抱呢 我转圈呢 我剧情呢 小夏看着冷冷的九王爷却说 没事我不疼 原来如此 那无端出现的字是真的 这个朝代这所有人 都只是画本写出来的罢了 九王爷现在判定了一件事 他嘲讽地看着小夏心说 夏小姐 别演了 咱们都只是人家笔下的角色而已 但说出口的却是 夏小姐你没事吧 奇怪怎么没办法揭穿他 看来小说世界是真的了 一旦涉及情节话到嘴边 就会变成其他 此刻九王爷又看到小叶在 吐槽园女主的台词 夏雪见九王爷 我是不是很没用 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只知道哭 难怪大家都不喜欢我 连爹爹都觉得我是累赘 从小到大 大家都嫌我没用 没人愿意跟我做朋友 只有九王爷不嫌弃我 而面前的小夏 真的开始一字不漏地说这些话 九王爷嘴角抽搐 本来动听温柔惹人连的话语 现在变得格外刺耳 整个一碎碎念 难道在小说里 本王真的会喜欢上 这么一个怯弱无能 只知道哭的女子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本王绝不服从这样的命令 不耐烦的九王爷 让手下有为送小夏回去 一刻也不想 和这朵白莲花待下去 小夏郁闷了 九王爷果然嫌弃我 楼上的小叶在喷血 躲在隔壁 看热闹的太夫 笑得何不容嘴 这个世界真有趣 那个人更有趣 手下看太夫笑得如此灿烂 忍不住问是否有喜欢的姑娘 欣怡好像还说不上来 就是觉得她有趣 很有趣 她知道所有人的结局 所有事态的发展 宛若神仙 却偏偏不是主角 还要牺牲自己成全主角 她真的担心吗 如果剧情继续照这样推进下去 她会不会一直甘之如鱼的 扮演一个为人作配的角色 想到这里 太夫让手下回府上 挑些精美的首饰布料 给小叶送过去 属下一头雾水 这俩人什么时候有交集 原来太夫打的小算盘是 享受到了主角才有的待遇之后 看你还会不会继续当配角 忽然外面一阵喧哗 没想到九王爷居然也来清楼了 小叶一愁傻意 他要找小叶谈一下 因为一个知道事态走向的奇人 简直比能够预测 获福天命的神仙方式 都要有价值 若是能将他收为己用 那本王所谋的大叶不就成了 想到这里 九王爷嘴角勾笑 九王爷正想进小叶的屋子 一位老太拦住他 抱歉这位公子 叶公子睡下了 屋内却传出姑娘的叫声 公子喝酒吗 公子躲在桌下做什么 来陪喝酒 天哪 姑娘们小点伤呗 九王爷一愣 以为是小叶教唆老太这么说的 老太盲解释不是 是小的 看到叶公子睡下 九王爷眉头紧皱 你既故意躲避本王 我们便且看往后吧 与半男装逛青楼 却吓得躲在桌子底下不敢出来 直到九王爷走了 小叶这才从钻出来 大半夜的 不跟他的夏小姐 轻轻我我 你弄我弄 跑来我这干嘛 下班时间数不招待 我容易吗 还要加班 地点来到夏府 有为红着脸告别 夏姑娘 怪男不宜入内宅 有为只能将您送到此处了 看来 她也被女主的魅力所吸引 刚进房间 小夏的竹马 太医愿愿叛长子小贺 翻窗进来 我听闻你和九王爷 在春旭桥上 被马撞伤了 就拿了些要过来 还有吃食 还有 你今天去三清寺查到什么吗 没查到什么 那你还查吗 小贺温柔查看小夏受伤的脚踝 原来小夏的姐姐 被人诬陷思通 逼得投井自尽 为了给去世的姐姐讨回公道 太夫妇又开始吐槽 老太夫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一大早送什么礼 老的还要去回礼会气 难道是昨天看到自己 被九王爷抛弃送礼嘲笑她的 应该是 毕竟按照原著的剧情 她可是下女主的头号狗腿的 看到她被小夏打脸 还不得帮忙嘲讽两句吗 可恶 这回系统奖励 一定要选个下毒术 不瞎她 至于美貌值 就换成胸伪吧 这些奖励 都是实打实能带回现代的感觉 好棒 太夫妇 小叶殷勤地去下毒 这可是学生 为了还您的理清自熬的渔粥 您可不能推辞啊 太夫的心直抽搐 他不会真的像早上字幕里 说的那样下毒吧 太夫接过完 小叶明目张胆地期待 吹神快喝吧 小叶做了坏事 心中也是忐忑 难道他发现了 不可能啊 这泻药不是无色无味的吗 太夫忽然放下勺子 这粥味道不太对 可能不新鲜了 有点臭 不信你尝尝看 子溜 顺着太夫递过来的勺子 小叶尝了一口 没问题啊 很清甜 一点都不臭 他不好咕噜噜 太夫你大爷的 小叶生无可恋地捂住肚子 我可能早起吃错东西了 想上牦房 心中暗骂 这个黑心的老狐狸 果然早就发现 粥被下药了 老娘居然中了他的招 真是防不胜防 太夫准备出门办案 小叶不想去 有把柄在手上 还怕他不听话吗 我看那碗鱼粥 确实挺新鲜 我这就给相爷送去 我没事了太夫 我今天一整天都很闲 二人来到斯衙门 锦衣卫院内的地下监牢 好大的血腥味 原来是梁远侯家 和永安侯家的公子 为了继子起了争执 最后继子被毒杀 一命呜呼 这俩公子都不是好人 欺难罢了 能吵到把太夫请来的地步 想必是双方都没有确凿证据 不知道谁是凶手 所以锦衣卫才无计可施 小叶猜测了 吵着吵着 永安侯公子爆出大瓜 你以为你又是什么好东西 别逼我都给你抖抖出来 当年你跟夏家那个 树女干的龌龊事 你当我不知道 这俩人倒是有意思 原著小说里 压根没他俩的剧情 他们倒是会给自己加息 不过他们说的 莫非是当年女主姐姐 被乌清白 最后被逼投合自尽一事 原来是姓梁的 你压干的好事 原著小说可是到最后 都没有明说是谁干的 藏得够深的 太夫一甩扇子 需要本官给你引荐吗 小叶一秒入戏 吴毕 我心里只有沐云哥哥 要不是知道你的秘密 还真是信了你的血 你不是很会下毒吗 看看他种的是什么毒 堂堂相府千金 被要求去阴暗的地牢 来当武座 小叶极不情愿地检查一番 最后断定 是炭火加上门窗紧闭 导致的一氧化碳中毒而死 这个答案众人均不接受 小叶又给古人科普一番 什么是一氧化碳中毒 一种有毒气体 一般在炭火燃烧的时候 会产生大量这种有毒气体 若是环境密闭 不通风的话 很容易大量吸入导致中毒 顽固公子还是不听这一道 胡说什么 什么有毒气体 一个小女子 顾董就不要瞎说 你不信是吧 那我证明给你看 小叶直接命人把梁公子绑上 点火烧炭 其他人都退出房间 关紧门窗 屋内传出 你们敢关本公子 你们通通不想活了 等本公子出去 让你们全部人投落地 不就声音低了几个调 现在放我出来 我就大发慈悲饶 你们一命 救命我快喘不上气了 一刻钟后 大家终于把梁公子 抬了出来 只剩半口气了 他表示 现在相信了 赶紧去通风的地方吹吹风 这时永安侯夫妇来了 还得他们公子清白 夫妇为太夫表示感谢 太夫说 不用谢我 案子是叶小姐过的 夫妇俩不可置信地盯着小叶 小叶一愣心说 你可是女主的头号狗腿子 像杨明丽万这种好事 你不是应该栽在女主脚头上吗 你往我这个恶毒女配身上安什么 你这人设有点崩啊 永安侯夫妇向小叶表示感谢 小叶崩溃 男主角崩完 男二好崩 这不玩犊子了吗 要不现在自杀 众头来过好了 这十座桌子应该能撞死人 转念一想 老太夫或许是因为我父亲的缘故 他想通过拉拢我 来获得宰相在朝中的支持 这样就说通了 原著小说里 太夫虽然心非 但也没有这么卑鄙 小叶脑洞大开 现在居然利用女人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真无耻 嘴上笑呵呵的对永安侯夫妇说 举手之劳 不必沿谢 三公子今日受惊不小 快带他回府压压惊吧 这永安伯爵府 在朝廷的势力一般 经商倒是一把手 若跟永安伯爵府打好关系 在不影响主线剧情的前提下 开辟一条赚钱的门路 起步妙哉等赚够了钱 任务完成后带回现实 到时候 我就是个又美 又有十八般武艺的小妇婆了 小叶转头处置梁公子 先压起来吧 回头梁府自然有人来理他 返回的路上 太夫问 你觉得夏小姐如何 小叶警惕起来 人家女主角啊 天真善良 聪慧贤达人见人爱 无数男人为之轻薄 但是他为啥这么问 是试探我吗 他该不会是想替女主做掉我吧 太夫看小叶不敢答 就说没什么 就是看你好像挺讨厌他的 哎 这不是剧情需要吗 不过的兢兢业业带主线兑谢啊 小叶脱口而出 谁让他跟我抢木云哥哥的 太夫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那我帮你做掉他 啥 不用 小叶紧张地大叫 随后意识到 自己不该是这反应 芒干大解释 我的意思是 不用麻烦太夫 心说 你就给我乖乖当你的男儿 好不行 非要给我惹麻烦 你把女主角抹国子了 你陪我演我这场戏啊 小叶快速想到借口 真不用了太夫 我喜欢木云哥哥 我会光明正大 赢得木云哥哥的爱 又肮脏手段得来的东西 不稀罕 心中万马奔腾 娘亲啊 这话说出来 我自己都觉得好笑 昨天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扬言要偷偷弄死女主 现在又说光明正大 谁信啊 太夫一笑说 日后若是有需要了 可以给我提 小叶才不信 日后你就成他头号 被胎狗腿了 不帮着他 搞我就不错了 我还指望你 只要亲人伤到位 女主三界都干费 该定律放在这部漫画中 怎么就不灵了呢 原来穿越小叶一吐槽 就会输送到男主们面前 这部吐槽又开始 要死这个老太夫 居然想杀了女主 给我冷汗都吓出来了 她要是死了 估计整个世界都得崩坏 等她爱上女主以后 估计恨不得回来 抽现在的自己一耳光吧 不过今天还算有点收获 跟永安伯爵斧攀上了交情 以后生意上 估计能多照应着我点 同样是伯爵斧 永安伯爵斧 富贵逼人 梁远侯爵斧 即将成为女主 崭露头角的垫脚石 真是唏嘘 不过也是那个姓梁的 自己做的搞女主姐姐 活腻了 她难道没听说过 只要亲人伤到位 女主三界都干费 好戏要开场了 令小叶没想到的是 这些吐槽一字不漏 展现在男主男配面前 太过明白了 所以这个世界的设定 就是女主绝不能死 否则世界就会崩塌 还有小叶一直说 我是小夏头号狗腿的 日后会爱上女主 那我会在这个世界 扮演什么角色 梁公子和小夏姐姐 又是怎么一回事 好像听说过这个案子 但是卷宗上记载的姐姐 分明是自尽而死 怎么会跟梁公子扯上关系 虽然对接下来的剧情很好奇 但太傅清晰地知道 最为谨慎的应该是夺敌 来到乡府 永安侯家三公子拜见小叶 今日多谢叶小姐仗义相助 在下感激不尽 无事不登三宝殿 小叶开门见山 问有啥事 三公子说 在夏京中开有药铺 专门收入名贵药材 比如千年人参天山雪莲等 但缺一个医术高明 能辨识真假的代理 在下看叶小姐医术高明 不知可 叶小姐放心 你只需在内屋辨认即可 此事断不会传扬出去 小叶两眼放光 没问题啊 只是这工钱 要不纯利润的一半 也不算工钱 叶小姐若是不嫌弃 此要不算是 你我二人共有 在下出钱 叶小姐出医术 叶小姐以为如何 技术入股 那感情好啊 一分钱不花 还能日进走金 简直好极了 今天好开心 赶紧吐槽 不愧是永安伯爵斧 就是豪气 大手一挥 就让我大转意 以后坐着都能裁员滚滚 还好我知道剧情 没跟那个姓梁的掺和在一起 说到姓梁的 现在女主应该已经查到 跟梁家有关系的草扣身上了 女主就是女主胆子真大 居然独自一人跟踪草扣 险些遇险 收到吐槽内容的太妇 严肃起来 立刻带上手下出城 因为那些草扣 其实和她所密谋的事情 没关系 手下惊讶 太妇怎么忽然 对小夏这么上心 公子可是担心 夏小姐安危 那寺中并无人 可以威胁夏小姐安全 我担心她死不了 她恨得牙痒痒心说 区区一个无品官的庶女 居然查到我头上 活得不耐烦了 手下差点喷血 不对啊 公子从前不是对夏小姐 印象挺好的吗 为何突然这样 到达目的地 太妇根据小叶吐槽内容 打算赶在小夏 跟到草扣的落脚点之前 找到她 如果可以直接杀了她 省得顺藤摸瓜 查到命 门口的小夏 正懊恼跟丢了草扣 这时来了两个心术不正的 小夏谎称 自己是猎户家的女儿 来山里游玩迷路 没想到那俩人亮出刀 姑娘很会迷路 一直迷路到此处 原来他俩就是小夏 一直跟踪的草扣 他们扬言要带小夏 回去当压寨夫人 小夏从背后 掏出匕首偷袭 三下两下就被制服 绝望之际 九王爷出现 替他解雷 有为来报 这俩人正是官府 三年前通缉的山贼草扣 一支案件射来 九王爷抱住小夏 翻滚着躲开 去查 这些草扣与什么人勾结 到底是谁要杀他们灭口 术后的太夫看明白了 这样看来 今日那两个草扣 应当是路过万全寺 恰巧被小夏碰上并跟踪 并非是他查到了什么 毕竟一个处处 要靠男主角相救的女主 也聪明不到哪里去 这次姑且放过她 我以后真的会喜欢上 这样子的女人 处处需要人善后 哪里值得我喜欢 若是要我每日 替着女人善后 我非疯掉不可 本该当女主舔狗的男配 忽然发了狂 扬言马上逮了女主 太夫想起小夜队系统的苦涛 也就是原小说 她眼神空洞 凌乱的发丝紧贴在脸颊上 眼泪如珍珠般滚落 这一刻 她是如此的无助 太夫感觉自己的心脏 被狠狠地刺了一刀 痛得她无法呼吸 此时此刻她才发现 自己已被这个坚强柔弱的女子 深深吸引 她要永远保护她 成为她的守护神 不让旁人再欺误她半分 什么破小说 本公子不玩了 我要去杀了她 我要杀了女主角 家仆赶紧拉住太夫 公子你想想 九王爷还在那吗 咱们若回去就暴露 家仆想歪了 先去药仆再去清楼 没想到公子年纪轻轻易表人才 居然也有这等烦恼 令人唏嘘啊 清楼果然找到小叶 不对啊 按照原著小说 太夫现在应该被女主的坚韧 柔弱深深吸引 暗中护送她回家才对 万全次跟踪草扣这事 应该是太夫和女主的情感转折点 那些草扣是女主追查真相的踏板 而草扣又跟太夫脱不了干系 所以两人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微妙 太夫轻描淡写地透露 怎么不去男曲戏般唱戏 随后来了句 差点被我杀了 小叶一口水喷了出来 疯了吗 想杀女主 太夫立刻认定 看她这反应 果然与我猜得不出其二 女主角是不能死的 太夫补充到 她没死被九王爷救了 但是心中却想 这个世界 如果还要继续运作下去 女主角必须活着 既然杀不了小夏 那我与草扣的瓜葛 只能想办法尽快撇清 背面小叶也松了口气 心说城外遇嫌九王爷搭救 还好还好剧情没崩 是按照原著 光顾着庆幸啊 太夫故意冷嘲热讽 忘记演戏的小叶 九王爷英雄救美小夏 你不生气 小叶细经附身 我气啊岂有此理 一定是他故意设计的 随后对九王爷一顿夸 太夫不听 暗自乐你就睁眼说瞎话吧 最看不上他的人 就是你 小叶盯着太夫离去的背影 又开始吐槽 盼望太夫能变回女主的田狗 变回那个心甘情愿 成为女主成功路上 垫脚石的老田狗 这剧情要是在崩 那自己还咋活 楼下还没走远的太夫 回头看小叶 那些话一字不漏地 入了他的影 既然小叶都说 本官心黑还脏 既然你都为本官 树立好人设 那本官怎可辜负你了 太夫吩咐手下 搜集小夏父亲 那个吴品官下大人 是否有什么不规矩的地方 哦 在朝堂上明哲宝身 但是在后宅宠妾灭妻 很好 那让礼部上奏折弹劾他 公子何必要跟个 吴品小官置气 再者说 宠妾灭妻 也并非什么败坏朝刚的大事 太夫吩咐 去办就是 他琢磨的是 给小夏找点麻烦 一来让他疼不出手 调查太夫和草扣的瓜哥 二来让小叶 担惊受怕一下 谁让他动不动就骂自己 人间清醒太夫暗想 现在我尚不清楚 自己在书中结局好坏 如何收场 所以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 尽量把自己出现的问题 兜里干净 至于下一步如何走 就要等小叶透露新剧情了 另一边 女主正拉着男主感谢相救 小夏还想单独和九王爷说几句 九王爷可顾不上听 因为忽然看到小叶要开始吐槽了 他忙让小夏有话 就跟有为讲 自己还有重要的事 这次是什么吐槽呢 不知不觉 剧情都发展到这儿了 接下来 我就要给男主下药 试图用生米煮成熟饭 来胁迫男主娶我 哇 脑残真的要吐了 还好我们的女主冰雪聪明 识破了我的诡计 不然我的清白就毁了 九王爷郁闷 本王就这么配不上你 话说九王爷有点小期待 看这次的戏 你演不演的下去 会是什么感觉 明天视为实地设宴 宴席就开在九王爷的府上 九王爷特意让有为 去把府里的府兵筒筒掉走 特别是自己书房卧室的 明晚筒筒都要出现 有为惊讶为什么 九王爷嘴角勾笑 因为明晚有人想给本王下药 得知自己厌恶的女子 要给自己下药 王爷开心的不得了 非常配合 特意吩咐属下 把官兵筒筒掉走 有为不理解 什么人如此大胆 居然敢给王爷下药 属下现在就去 九王爷立马打断 不必 有为惊讶 从前那些想用烟渣手段 爬上王爷床的女人 轻则乱棍逐出 重则直接拖出去打死 这次王爷怎么这么配合 王爷不会是被什么 脏东西罗舍了 小夏房间 收到小夜吐槽内容的小赫来报信 那个宰相之女 居然要给王爷下药 怎么可能 堂堂相府千金 竟要用后宅龌龊手段 受到小说限制 小赫无法把能看到 小夜吐槽内容的事 告诉小夏 小夏义愤填膺 我绝不能让王爷 栽在这些烟渣计谋里 小赫却说 你不要再去犯险 今日你出城追草扣 你是险相还生 再者说 这件事 或许九王爷也是默许的呢 不可能 他两次三番救我于危难 他心里是有我的 况且之前我看的真切 九王爷对小夜厌恶至极 绝不会救他 赫与哥哥你放心 论后宅这些本事 一个精尊玉贵 养大的乡府小姐 是绝不可能斗得过我 我不会吃亏 更不会让她的奸计得偿 小赫知道 以她的信誉 自己也绝不可能 动摇她的决定 那么我呢 上天让我看见 叶小姐的心声字幕 又究竟是为了什么 又是闪亮的一天 路上小夜碰到太夫 今天没太夫的戏份 我跟她多说一句话 就算加班 十项点赶快闪开 别占用我档器 正想加速离开 太夫忽然冒出一句 本观心黑 她 她怎么知道的 屋里装了监控 不仅心黑 还脏骨板 小夜求生欲拉满 赶紧巴结 哪能啊 太夫风度翩翩 温润如玉宽厚耐心 能遇到这么好的老师 简直是我们上辈子 修来的福气 是不是有人乱嚼舌根 太夫你告诉我 是谁 我撕了他的嘴 倒也不用撕了他的嘴 下次让我听见 我就毒哑他 用叶小姐的药 进去上课 小夜趴在课桌上 有种死里逃生的感觉 什么玩意啊 老太夫怎么会知道我骂他 我对外明明很恭敬 说起来 老太夫这两天一直怪怪的 经常闹出一些原著没有的剧情 他到底想干什么 强行给自己加戏 而且男主也是 一回头对上九王爷的眼睛 九王爷却在坏笑 这群男主是集体脑中风了吗 现在只能靠下同学了 你今晚一定要给力啊 要狠狠给我一棒子 老打得站不起来 千万不要手下留情 不要怜香惜玉 我敬业着呢 只求你好好按剧本眼 万万不能再出差的 不然这戏就没法往下走了 回到家小夜按照原著要求精心打扮 这扮相一言难尽尽 难道作者觉得这样很没很酷 好在我这张脸尽造 一般人还真造不住这发型 简直是逼人吐槽 下药之后 九王爷会不会发疯了 万一来真的怎么办 我要不要带把刀 小夏你可要努力啊 最好在他还没来得及动手之前 这场戏过后 本小姐就要正式成为全精成效果 并开启非话复仇戏 终于也轮到我拿起小皮鞭 虐一虐主角了 习大苦奔 那边收到吐槽的九王爷 把茶杯都捏爆了 好你好得很 有为把卧房周边的所有暗器机关 全关掉门窗打开 扶兵前走 确保夜晚某人可以顺利潜入 他会带刀 把本王高架 寻来那件刀枪不入的金丝软甲也拿来 九王爷阴暗一笑 你怕本王发疯 那本王必然要发疯 对了有为 你记得在宴会之前 把夏小姐制作 今夜九王爷打算彻底打乱 小夜的剧情发展 然后看看 这个世界会如何发展 女孩给王爷茶水下药 目睹一切的王爷 却把茶一一可尽 便会让小夜迟迟等过来女主小夏 算了 先下药吧 小夜捏手捏脚 打开九王爷的茶杯 还冒着热气 那人还没走远吧 一回头哇塞 九王爷就站在自己身后 那自己下药的全过程 他起不全看到了 玩犊子了 任务在失败 自己会被系统回如重造 没想到九王爷静止走过来 端起茶杯 咕噜咕噜把水喝光了 他喝了 他怎么喝了呢 难道他没看见下药 你给我下了什么药 有点色 下次加点糖 不对劲 原剧情应该是我趁他中药神志不清 试图趁人之危 而后背上有一丝理智的他 奋力推开 最后女主如天神下凡 冲进来怒砸我一棒子解救男主 然后男主女主顺势成就姻缘 这段剧情从头至尾 我跟男主除了肢体接触 应该零交流 现在这是咋回事 还是先把自己的戏 演完其他的不管吧 小夜按小说内容 向九王爷表达爱意 等着被拒绝 没想到九王爷却说 我不走 留下来陪你 等会儿 晴天霹雳啊 看着凑过来的九王爷 小夜一拳揍上去 我说 让你等一会儿 对不住啊 谁让你非得凑上来 疼不疼啊 不疼 还继续吗 继续吧 可女主怎么还不来 一会儿女主冲进来 算是救他还是救我啊 剧情快崩了 实在不行 只能英勇就义 毁灭吧剧情 小夜快哭了 门口的小夏 看到这情景也懵了 还救吗 九王爷要笑 快控制不住了 小夜内心狂呼唤女主角 啊不行了 去她的剧情吧 小夜狂叫 救命啊 菲利啊 门口的小夏警觉起来 糟了 一旦前厅参加宴会的人 被她的叫声引来 不管王爷是否心甘情愿 都会被迫娶她 这个女人心思太呆怒了 小夏拿起板砖 就往屋里冲 没想到王爷直接把门反锁了 这时的王爷 已经抱起小夜 小夜郁闷 老娘卖一步卖身 你别逼我呀你 他摸出武器 直接砸向九王爷的头 然后撒鸭子往外跑 这时 小夏也冲了进来 你恬不知耻 居然敢对九王爷下药 小夜激动得两眼冒惺惺 剧情终于回到正轨 我好想抱抱你 呜呜 小夏拿起板砖 就往小夜头上敲 没想到 小夜兑换的金钟 照起了作用 板砖直接两斤 忘记这茬了 不行让她拿这半块 再砸一次吧 我假装昏倒也行 还能补救吧 还能吧 系统 系统你说话 九王爷立刻意识到 夏小姐之所以能进来试 是有违在帮助她 他冷冷地让夏小姐回去 不要管他和小夜的事 没想到 还是低估了小夏的自信 他勇敢挡在王爷面前 九王爷你不要怕 此事乃我亲眼所见 哪怕是闹到皇上跟前 我也定为王爷作证 九王爷快气炸了 咬牙切齿的想法 本王不需要你作证 我真的谢谢你 小夏和小夜对骂 小夏以为 昨天尾随贼扣 任暗器的人是小夜 没想到 小夜直接把罪名揽了下来 虽然做配角很惨 什么锅都要喂 但为了剧情顺利进行 任下又何妨 你就是说我杀了你 全家我都认 来啊你打我啦 你倒是打呀 但想起刚才小夜用脑袋 能把板砖瞌碎的场景 心有余悸的小夏不敢动手 小夜急坏了心说 大姐 你别光说不练啊 你再不动手 九王爷的药效都快过了 九王爷脸都黑了 这俩女人 确定是来抢本王的吗 怎么感觉 他俩才是一对 再拖延下去 药效真就没了 小夜一急吃了个夜夜香安眠药 就这样睡过去吧 晕倒的那一刻 九王爷抱起小夜 小夏心虚地看着九王爷 您还好吗 我方才不是故意的 本王没事 夏小姐今日 你实在不该来 在彻底睡去那一刻 小夜心说不对劲 你俩这时候 应该热火朝天哪 怎么对话冷冰冰的呢 我都要白下了吗 我安眠药就白吃了吗 小夏委屈说 九王爷 我只是不希望小夜 玷污了您的亲语 九王爷不理会 把已经入睡的小夜 轻轻放在床上 顺利被女主破坏 并遭女主打晕 大成功 跟剧本完全贴合 小夜还给自己撒花 接下来我的戏份 就比较轻松了 就是偶尔出街 别人指着鼻子骂不要脸 然后被人扔扔臭鸡蛋什么 没难度 先吐槽领奖励吧 昨夜有惊无险 虽然男主有点脑痰 还想占本小姐便宜 但总算是把她打发了 太夫一边喝茶 一边看吐槽 其实昨晚的现场戏 她也一直在偷看 也知道小夏的手 现在还种了像猪蹄 小夜接下来吐槽下一场戏 好像是女主为了 摆脱男主的控制 半夜脱跑出城 然后被山贼给掳走了 山贼看她漂亮 要强留她当压寨夫人 女主为了调查姐姐死因 居然真答应了 然后男主愤怒领兵 要去围剿山贼 还顺便念了台词 本王的女人你也敢动 本王灭你久落 女人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然后吐槽 这剧情怎么那么像 她逃她追她插翅难飞 好油腻要吐了 正吃瓜的九王爷的手中 重锤在桌子上 本王在你心里 就这么愚蠢恶心 很好 接下来 本王要让你一场戏都对不上 接下来 夏小姐会被土匪 捉去当压寨夫人事吧 那就让她一辈子 当压寨夫人吧 本王绝不会带兵为酒 就算为酒 也要把她一块做的 这时有为又替小夏说话 说夏小姐 为人正直善良 世间难得其二 这便是你昨夜不顾我的命令 将她放进来的理由 本王不想追究 你如何被她蒙定 你只需知道 要忠于谁为谁卖你 莫要在自作土上 发现小夏还在府中不肯走 九王爷让有为 把库房的夜明珠送给她 打发她赶紧走 顺便把点萃头饰 找出来送给宰相府的小夜 有为诧异 是那顶娘娘但与王爷的时候 皇上所赐的说 要作为传家宝 送给未来王妃的点萃头饰 王爷这是要下聘吗 中邪了吗 短短一夜 王爷对小夜的态度 居然来了个180度大紧变 莫非王爷喜欢上她了 不可能 不可能 王爷自小便厌恶小夜 且最憎恨受人算计 小夜胆胆给王爷下药 以此逼迫王爷就范 有为想破头也想不明白 最后找了个理由说服自己 所以王爷给他送点萃 一定是麻痹他 让他误以为王爷有心娶他 再毁婚 将他踹进深渊 永世不得翻身 对 一定是这样 没有戏份的一天真轻松啊 要是能苟到结局就好了 呼听咚的一声 什么东西 天上你掉下来一个男人 这一幕怎么这么眼熟呢 这位刺客还活着吗 男人跳起来拿刀抵住小夜脖子 不许喊 我想起来了 这货就是被我所救 又害得我家破人亡的窩 大哥 我没喊啊 我知道剧情了 男人喷了一口血 让小夜扶他起来 小夜开心照做 男人颤颤巍巍开始找药 你别犯了大哥 你要什么直接说呗 我给你找还不行了 男人以为小夜有什么阴谋 小夜坦言 这是我家 我的地盘 要耍花招也应该是你耍吧 那你把之外伤的金疮药找对我 我失血过多 有些看不清 小夜毫不客气地扯开男人衣服 把男人吓了一跳疼疼疼 伤口裂开 这人看起来就是一副不聪明的样子 这样的人 确定可以当卧底骗我吗 有毒吧 被这种人骗 简直是侮辱我之伤 要不是剧情需要 我早就一脚把他弹飞了 男人恐吓 今日之事 不许对任何人说起 否则 天涯海角 我都取你信任 小夜一边心说 就凭你个弱智 一边笑着告知放心吧 不用天涯海角 咱们不日就会再见了卧底 吃坑吃往上爬 小夜内心狂怨 你可笨死的了 话说 如果我知道这个刺客从哪里来的 是不是就知道 谁是被地里暗算我家的人了 觉得时间够冲突了 男子应该逃走了吧 小夜几步跟上去 我倒要看看 你往哪里跑 一个轻弓 轻松上墙 他怎么还在 二人在墙头相遇尴尬了 大侠你咋还没走呢 内心对男子狂比试 你特喵的 动作还能再慢一点 就你这样的 还当刺客 吓得男人亮出刀 你会武功 小夜杀心骤气 遭了穿帮了 要不先弄死 他得了反正这么笨的卧底 估计也派不上用场 男人紧张坏了 刚才在我面前 明明是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女子 居然轻轻一跃 就跳上了块两米高的围墙 这说不通好 转念一想 但他既然功夫如此了得 为何刚才不还手 难不成我失血太多傻了 看走眼啊 忽然院内丫鬟喊 小姐你怎么爬到围墙上面 危险啊 快下来 丫鬟所在位置 是看不到男子的 只能看到小夜 而男子的位置 也看不到院内的情形 急时雨啊 有办法了 小夜喊道 呀我的梯子倒了 你快帮我扶起来 我好害怕啊 男人这才松了口气 原来是用了梯子 这就难怪了 然后飞身逃走 小夜跳下墙头 稳稳站在院内 丫鬟奇怪 小姐怎么上墙了 而且这周围哪有梯子啊 小夜远晃 屋里太闷 我上去透透气 一时着急 没用梯子 赶紧回屋关门吐 嗨嗨啊 今天那个 害我家破人亡的刺客 外交卧底出现了 叫什么来着 中原红红 这名字看着就好弱智啊 不过他出现了 我离黑话就不远 一想到黑话之前 要经历的那些非人折磨 我就恼可疼 想起男子 小夜诧异 不过那个刺客是真笨啊 不仅笨解瞎 这么笨的人 真的能骗到我吗 用轻弓上墙 居然掉下来两次 真是要笑死 就这样还坚持结识我呢 小蠢祸 殊不知 小夜的吐槽 刚才的刺客男人 也能看到 他明白了 所以 刚才被我挟持的女人 就是我收了钱 要接近的那个小夜 他不仅一眼就认错了我 还假装被我挟持 我被他 耍个团团转 穿越女孩的吐槽 疯狂被男主们偷听 女孩还不自知 只以为大家在试探自己套法 于是出现奇怪的一幕 本该当女主舔狗的 男主男配们 现在超级厌恶女主 小夜说 我也是刚听说 他去凤凰山的事 简直是天助我也 我现在就去 给海盗通通报信 一定让他有去无回 太夫一把拉住他 不急我陪你去 小夜心惊 他有毒吧 陪我去通通报信 搞死女主角 拜托 你的人设可是女主头号舔狗 这个时候 你应该拼了命阻止我 不让我去伤害女主 你怎么跟剧情反的来呢 不同意吗 太夫放大招 忘了说了 今日我来还有另一件要事 想也请我务必考核你的功课 考核功课 太夫 学生忽然觉得 去通知海盗之事 若有太夫帮忙 再好不过 乌好汉不吃眼前亏 太夫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本还想着 如何与海盗撇清关系 如今正好借着同去的机会 将那些知情人都除掉 带上小夜 不仅可以随时知道 剧情发展随机应变 同时还能 以陪伴宰相千金为由 撇清自己 妙哉妙哉 而小夜想的却是 老太夫又吃错药了吧 老太夫该不是喜欢上我了吧 求求你 千万不要 拜托老太夫 还是跟原住一样 天天想着 怎么搞死我吧 抽空悄悄玩个任务 今日吐槽的奖励 没有美貌值 难道已经上线了 不能啊 雄围才到C 五官也只是普通等级的美女 怎么可能就到上线了 难道是我上的剧情节点 评分太低 美貌值被暂时没收了 地点来到王府 小夏站在门口心想 今日便要出城去凤凰山了 此行虽然危险重重 但为了姐姐必须去 而且凤凰山如果真的窝藏海盗 怕是会涉及朝中势力 难免将九王爷牵涉其中 我实在无法眼看着 他受朝中势力构陷 九王爷出来了 小夏向王爷表示感谢 从前多谢九王爷错爱 但王爷已同宰相千金订婚 与我自是有缘无分 雪剑虽出身卑微 骨气却还是有的 夏家家训绝不为妾 小夏开始滔滔不绝 我小娘曾同我讲过 没有人生来就低贱 王爷若是照旧决定 与相辅千金结亲 从此雪剑便不再来掏忍 省得令王爷心烦 九王爷一愣 好不给面子的回复 夏小姐想必你是误会了 本王尚未在订婚时 就算来日取亲 也只会有一位王妃 何莱娜切一说 可是小夜 借之前下药 与您共处一世之事 为难您了 想借此事来逼迫王爷就范 若真如此 我可以 不等说完 九王爷回怼 这是我跟他的事情 你还是不要插手 要说这女主的自信心就是毒 听不出好坏话 回答 王爷你放心 此事我是见证人 若是业家刁难起来 我愿为王爷作证 不需要 你还是先管好自己吧 女主再次展现强大的心理素质 自我感动 果然 王爷也向我担心 他受牵连一样 害怕我卷入此事 怕我被刁难 他之前对我态度的种种不堪 都是因为担心我的安危 毕竟小夜的爹全是滔天 情到深处流出眼泪 九王爷一脸猛 他怎么突然哭起来了 难不成有什么疾病 小夏大声说 九王爷不必顾及我 若是让你为了我屈服于那些消息 才是我的罪过 等我处理完私事 定然将此事如实上网 我就不信天子脚下 还没王法 他们业家真的能指手这天 九王爷想的 他想干嘛 有为刘汉属下不知 不过有为佩服的说 但夏小姐在府中一向谨小慎微 为了王爷 她一个无品官的小数女 居然不惜彻底得罪当朝宰相 如此情深意重的女子 王爷可万万不能辜负 九王爷意识到 竟连有为都开始为小夏说话了 莫非因为她是那字幕所说的女主角 所以人人都要围着她转 如果没有那奇怪的字幕 我会不会也像有为一样 觉得小夏的所作所为 都是情深意重 恐怖如斯啊 感谢字幕感谢小夜 本该喜欢女主的王爷 忽然要求属下 把女主绑了丢给山子 属下有为一连忙 但也只好照搭 另一边 太夫带着小夜 骑马赶往凤凰山 为啥不坐马车呢 太夫说 因为马车太招摇 凤凰山除了土匪 就是当地的农夫 没人坐马车 咱们这么大摇大摆的进去 一进凤凰山 就会被土匪盯上吧 小夜一点也不赞同 那农夫也不起马啊 骑马的除了土匪 就是外人 他们不也一眼 就认出来了吗 你故意的对不对 就是想耍我 二人打闹几分钟 太夫抱了个瓜 说小夏出城之前 去见了九王爷 他们俩可是互诉忠诚了哟 哼 什么互诉忠诚 一定是小夏寡连贤耻 勾引沐云哥哥 嘴上这么说 心中却开心极了 我怎么会生气呢 我比当事人都高兴好不好 你真这么想 我怎么总觉得他不对劲 他好像知道 我心里在想什么似的 现在剧情竟然挺顺利 我还是赶紧脱身吧 再跟老狐狸待在一起 我就要破功了 小夜赶紧停止想象 迅速入戏 不行 我现在要回去找小夏 看我怎么收拾那件人 太夫一把拽住小夜满的缰绳 你现在可能收拾不了他 为啥 难道谁在暗中保护女主 难道是死鬼太夫 一定是你 这个老太夫吧 不花使者忠诚其事 除了你暗中保护他 还有谁 还有喂 两位重要男主 都开始按照剧情走了 渐入佳境啊 一定是我 今天穿的红肚兜的功劳 以后天天穿 太夫看着狂乐的小夜一脸猛 他到底想到什么了 笑得如此残阔 还有我到底要不要告诉他 小夏已经被土匪绑了 看着他的人是土匪 这时 一对车马走来 小夜手一指 你不是说凤凰山没人坐马车吗 那他们是在干嘛 很快 小夜发现 女主被绑在马车中 他这么快就被逮了 不是说有人护着他吗 太夫故意说 你不是特地来给土匪通通报信的吗 看他被抓了不高兴 而且你仔细瞧瞧 那车夫打扮得体 眉目清秀 哪里像土匪 好像还真不是土匪 什么啊 绑架都有人截胡 不行 小夏这场戏 是要被土匪抓的 其他人抓了剧情 就完全乱套了 想到这里 小夜大叫起来 来人啊 有人绑架啊 抢东西啊 着火了 把人给我放下 带头的大叔 怒斥何人栏目 小夜鼓足勇气撒谎 我是这山中土匪 实相的 就给我把人留下 大叔亮出明晃晃的刀剑 是吗 今日兄弟 我也是受人所托 必须要把这车上的人送你 为了剧情我豁出去了 小夜心一横 在大叔的刀砍下来那一刻 太傅飞身上前救下小夜 只一个眼神 大叔就带着兄弟们跑了 小夜梦了 就这么跑了 我们俩人多势众嘛 太傅问你方才 为何突然拦车 呃 我 我想亲自制裁下雪剑 就不劳别人费心了 小夜慌忙 打开车帘查看女主 还活着就好 你特喵的 还能再费一点吗 连进山送人头 这么简单的小事都做不好 还指望你干点啥 真不争气 你就不能乖乖当好女主嘛 到处得罪人 又保护不好自己 差点坏了我大事 真让人不省心 嘴上不能这么说啊 小夜问 谁干的呀 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嘿 你少在这里猫哭耗的 除了你我还能得罪谁 这个川叔女配太憋屈 小邪心说 我晕啊 你长点脑子行不行 要是我绑了你 我现在还救你干什么 不对 这不正好给我这个恶毒女配 拉点仇恨吗 白送上门的仇恨值 不要白不要 小夜来了精神 先是给了小下一巴掌 再就是放话 对 就是本小姐保问你 你有本事杀了我啊 然后二人开骂 少在我面前装清高 你不就是看中 沐云哥哥的权势 想扒着他 飞上枝头变凤凰吗 也不拿镜子 照照自己你也配 你对九王爷 做的龌龊之事 在京城传的沸沸扬扬扬 我已与九王爷约定好 带我回去 便去圣上面前撞狗 呦 原来你们已经密谋好了 不愧是男女主角呀 够妇妃够聪明眼 开心归开心 不能忘记演戏 小叶冷着脸 我不信 你何时与沐云哥哥如此亲近了 我现在就下山亲自去问他 心中想着下一部剧情 我得赶紧溜了 若是真招来了山匪 我和小夏谁也跑不了 不过马呢 太夫回答 我没有料到 这凤凰山的土匪如此猖獗 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把我们的马牵走了 小叶按道不好 刚才牵走我们马的土匪 估计是去摇人了 这下我们谁都跑不了了 果真听到动静了 抛下女主角 太夫拉着小叶就跑 小叶判断 外面至少来了十几个土匪 如果放人他们找下去 很快就能找到 我们藏身之处 太夫说我知道 你躲在这里不要动 我先去引开他们 一会回来找你 小叶问你一个人 太夫以为小叶担心他 结果前叼走 后面的小叶就心说 我没有不放心你啊 万一你死了 我的戏就完了 别死啊 太夫挺住 小叶一个人坐在树下等太夫 好担心他的安危 好歹是男二 我记得 他后期还有好几场带兵 打仗平反的心 应该也是有点武功在身上的 姑且相信他一回 看他操作吧 这时 小叶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 快跟我走 你怎么在这 他们没绑你 我就知道 是你找人保了我 现在把真山贼引来了 你也知道害怕了吧 幸好我遇到了小马 不然还真如了你的愿 被山贼给抓了 什么小马 原住里有这一段吗 一个男孩术后探出头 姐姐我知道 这里的路怎么走出去 真不愧是女主 这都能行 上到九十九下到钢会 都能被你的光环收服 可不行啊 小叶在剧本设定里 是要被土匪绑的 如果跟着你 岂不是被你连累 小夏却一把拉住小叶 我知道 我们一直是敌人 但现在不是计较个人恩怨的时候 先下山再说 你可真大多啊 不愧是大女主啊 可我真的不想跟你走 结果三个人绕了一个时辰 居然又回到这个茶棚来 这位小朋友 你真的知道下山的路吗 小朋友猛打包票 两位姐姐放心 我在天亮之前 一定能找到下山的路 我先去探探路 确定是天亮之前吗 可现在刚天黑啊 你靠谱吗 小夏拿出一张饼 递给小叶 小叶惊讶给我吃吗 不给你 给狗吃 小叶在内心点赞 真够不计前嫌的 无愧是女主 小夏心里想的是 没想到她笑起来的样子 比把这脸骂人好看多了 小夏磕磕绊绊地说 其实你不为男人的时候 倒也不算太承 戏还是要继续演的 小叶咬着饼蹦起来 谁要你的施舍 贱人 本小姐就算饿死 也不吃你给的东西 好感度立刻拉低 不吃你 倒是别往嘴里塞啊 俩女孩在山中吃饼 忽然听见有人喊 有人鬼鬼祟祟跑过去了 兄弟们给我把他们找出来 小夏立刻判断 糟了 那些山贼发现小马了 那孩子还那么小 可不能落在山贼手里 大姐小点声 别把山贼引过来 而且那个小孩 就住在山里 对地形熟悉着呢 不会被抓住 不行 我们不能就这么走了 小马还在那边呢 我没让你走 我说我走 别拉着我 一块儿送死行物 不行 我绝对不会丢下小马的 他是为了给我们带路 才会被山贼包围 我不能丢下他不管 小叶一把拽住小夏 你有病吗 他又不一定会被抓 你要是这时候出去 反而把你和他都暴露了 你是宰相嫡女 从小养尊处优 又怎么会把别人的性命 放在眼里 大姐 咱俩是语言不通 还是你听不懂文化 只听小夏大叫 小马快跑有山贼 你们冲我来 别抓孩子 这一蠢操作 直接惊呆小叶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 特别有情有义 大意凛然善良高尚 他脑子进了朱石了吗 这时太夫来了 问小叶啥情况 亲人啊 小叶直接流泪了 他真的纯暴了 这个世界 真的要围绕一个 这么愚蠢的女人展开吗 要不还是直接把他做了算吧 丑丑发生了什么 这不是刚好呼应了 女主凤凰山 被土匪劫持的剧情吗 意外之喜啊 这个弱智 看似离经叛道的行为 反倒是把剧情给掰了回来 真棒 小叶说走吧下山 太夫问不救他了 小叶说 我跟他可是仇人 救什么救 带着说 我们两个人怎么救啊 还不如下山报关呢 哦对了 今儿吐槽任务还没做呢 现在就吐 这个老太夫 简直太不是人了 居然眼睁睁地 看着女主角被抓 也不去救 果然是男人 靠得住母猪都会上树 你啊 能不能跟人家九王爷学学 没事多跟女主角 联络联络感情 人家今早就已经优惠过了 还约定好了 等女主角从凤凰山下去 就告发我 小叶丝毫没注意 身边的太夫脸都绿了 二人离去 小叶接着吐槽 不过老太夫都走了 居然还能回来找我 还算他有点良心 要是现在能主动背我 就更好了 太夫事实发话 累吗 我背你 啥 小叶怀疑人生 还以为自己说漏嘴了 直接把吐槽说了出来 太夫背上小叶 小叶喊着架 哇 肌肉真结实 不知道有没有八块腹肌 本想趁机摸一下 结果被太夫抓住闲手手 他不会懂什么毒心术吧 怎么我想什么他都知道 完了呀 太夫这个人 设立援助小说越来越远了 对我的关心也有点过火吧 他该不是喜欢上我了吧 晚上小叶把心中所想 又吐槽一遍 看到内容的九王爷 起得出一桌子 王爷 这已经是你今天摔的 第六个茶杯了 再摔只能用手喝茶了 有为 不是让你把小夏绑了 送到凤凰山去吗 现在啥情况 回王爷 确实绑了 也送到凤凰山去了 但出了点意外 先是在山脚下 碰到疑似太夫的下属 将人抢了 属下见他的人 似乎也是 想把夏小姐送到土匪手中 便一路尾随 谁想到在山腰上 又遇到了叶小姐 遇到小叶不奇怪 但太夫跟小夏 有什么过节呢 九王爷吃醋了 此番看来 小叶确实与太夫在一起 青天白日的 与一个男子结伴出游 像什么话 属下向上级报告 小夏好像误会 是叶小姐找人绑了他 叶小姐不仅没有反驳 还当场就认 如此一来 咱们倒是撇得干干净净 九王爷郁闷 本王源就是为了让小夏知道 本王极度厌恶他 绑了他亲手送给土匪 结果被小叶认识 九王爷让有为派人 暗中上山给土匪散布消息 本王得知 小夏被绑架心痛欲绝 势必要将凤凰山土匪 全部格杀 还要助他们九族 但是如果上山搜上一番 找不到小夏的话 也可以饶他们一命 我就不信了 这样的消息一散布出去 土匪还不杀了他谢 然后再毁尸灭祭保全自身 看他还能活不能活 山中太夫又把小叶拉上山 说是要让小叶 瞅瞅小夏 被土匪折腾得惨状 不过小叶更想睡觉 这大晚上的 本来都万事俱备 就等男主赶到悬崖边涌 就女主了 你个男二号上山剿匪 非得把我拉上干嘛 这场戏我压根没有戏的 现在加戏都加了一天了 他该不是想抢在男主角之前 把女主救出来吧 造反了 居然企图从一个男二 逆袭成男主 想着想着就和土匪撞上了 无耻匪类 还不束手就擒 今日我债主迎娶压债夫人 何人赶来叫阵 众兵将听令 随本官剿匪 诛杀匪类者 重重流赏 身后的兵将们 齐声喊噬 小叶马上不困了 这样下去可不行了 要是男二 先把女主救了 剧情的乱套 我得想个办法 削减一下她的戏份才行 眼瞅着双方打起来 小叶撒鸭子就跑 按道理来说 女主作为压债夫人 应该再跟土匪头子洞房 该死的九王爷 怎么连个鬼影子都没看到 他们迷路了不成 小叶成功摸到土匪的大本营 他一脚踹开门 既然男主不救人我来救 只见小夏正和土匪头子周旋 还好还好 衣服还没脱 剧情还接得上 剧情破坏者吃我一扫着 还没下手 土匪头子已经被小夏一脚踹开了 这么晚都能碰到 这就是女主光环吧 门外有人过来 大哥 我好像听见什么声音 你还好吗 小夏惊讶于 小叶怎么会来救自己 别墨迹了 赶紧跑吧 一直跑到遇到九王爷为止 结果二人跑到悬崖边 这就是男女主生死相许的地方 可是男主 女主又开始碎碎念 我看你就是不安好心 表面就我于匪窝 实则要将我推下悬崖 毁尸灭尽 小点声啊 姑奶奶 对对对我不安好心 我想弄死你行了吧 你别那么大声 把土匪都招过来了 小夏头一扭 我不管你要干什么 我走了 我们的恩怨日后再算 小叶急忙追 等一下 再等一小夏 我求你了行步 必须拖到男主来 不然前功尽弃 别碰我 小夏挥了下袖子 结果没站稳 跌落山崖 小叶一把拽住小夏的手腕 撑住 你可不能现在掉下去 你得在男主眼皮子底下掉下去 他还没英雄救美呢 你为啥救我 你以为我想救你了 男主啊 你要是再不来 女主都要被我挖墙脚了 随着一声他们在那儿 小叶一惊手没拽我 小夏掉了下去 焦急的小叶跟着跌下去 糟糕又要重开了吗 女孩掉下悬崖 危急时刻 两只有力大手 拽住他的双腕 别怕 小叶无视态复 盯着 九王爷双眼冒惺惺 你终于来了 你再不来 我都要护不住你老婆了 等会儿 他老婆呢 小夏死了 我也不活了 一道颤颤巍巍的声音响起 我在这儿 小叶别在这里假惺惺 你就是想弄死我 原来小夏抓住了峭壁上的藤条 俩女士被救后 小夏一拱手 谢九王爷 九王爷直言 很是不用 本来就是本王命人 把你绑上山的 只是中途被旁人截胡了 小叶一惊 你绑得你有病啊 小夏却眼嘴笑了起来 王爷用心良苦 我都明白 王爷是怕我冲动之下 找小叶理论 他会杀人灭口 九王爷气得咬牙切齿 什么 我都说得这般清楚了 他还在自作多情 看来有些话必须说明白 九王爷开口 夏小姐想多了 想要你死的是本王 跟叶小姐没关系 刚才救你上来 只是因为叶小姐求本王而已 夏小姐若是不信 那本王不介意 直接把你丢下去 不 王爷 小夏惊呆了 小叶忙劝和 有话好好说 现在是什么情况 这种腐黑傲娇的性格 明明心里喜欢的要命 表面却仿佛跟他有仇 不折磨死他不罢休 正常 正常的 小夏又把气撒在小叶头上 你少在这里猫哭耗子 假慈悲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打什么主意 在九王爷面前 装出菩萨心肠 心里早想把我千刀万剐了吧 一宿都没睡了 你终其可真足 不愧是女主 小叶打着哈欠又认了 好困 本小姐早晚弄打你 太父主动要求 送小叶下山 不用 湘府派马车来接我了 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 下班了下班了 这班家的提心吊胆 还没有工资 亏本万一 小叶独自坐在马车中头疼 当女主角真惨啊 不是被绑就是被打 好不容易被救了 还要遇到个腹黑傲娇的男主 存着爱他的心 做着要他命的是恋爱吗 灭你九族那种 不过谢天谢地 这场戏总算是演完了 而且 男主也已经开始展露 贪恋女主角的性格倾向 不然 一男子钻进马车 中原红红 红红问 今日在此处见到我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小叶惊讶 今天晚上怎么回事 你不该在这出现 你们几个男主角是商案好了 集体给我歪楼是吧 我记得原著剧情时 我救了成为刺客被追杀的他 后来我因为给九王爷下药的事情 被当街丢臭鸡蛋 才跟他第二次见 想到这里 小叶回答 不算惊喜 你出现得太早了 什么意思 嫌我来早了 难道是我的戏份不重要 他看不上我 中原红红强装冷静说 可恶 他本以为成功威胁到对方 没想到人家一直在看傻子 看到小叶吐槽的太傅 也忍不住哈哈大笑 跟班奇怪 公子最近总是无缘无故发笑 难不成是得了什么异症 太傅问跟班可知道中原红红 跟班回复知道 有名的彩花大盗 只要是他看中的姑娘 没一个能逃脱的 而且他有一个癖好 就是喜欢在人家大婚的当天 抢夺新娘子 但是第二天又会送回本家去 不少姑娘被送回来之后 居然还念着他的好 要跟夫家合理 等他回来去 到目前为止 已有上百名女子为其所害 官府为了抓他 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但此人来无隐 去无宗至今逍遥法外 不过太傅也奇怪 中原红红 一个江湖人 跟乡府千金 又有何勾连 为何会害得小叶家破人亡呢 不过这件事不用插手 静观其变就好 即便乡府真倒了 对太傅而言 亦是百利无遗憾 倒是小夏女主 要去凤凰山一事 得早做准备 一旦她进入凤凰山 那太傅与海盗的事情 就藏不住了 必须尽快清理干净 九王爷那边 也刚看完小叶的统讨 这个女人还当真胆大 连采花贼也敢嘲笑 罢了 她爱嘲讽 谁便嘲讽谁了 只要不嘲讽本王就好 不过说实话 经过上次下药一事 本王倒是很佩服 小叶的心理素质 眼下满京城的人 都戳着她的几两股骂仓妇 一般人估计早就上吊了 她居然还有心情 调戏采花贼 九王爷好奇 到底是多厉害的卧底 才能骗得她家破人亡 不知道她跌落不底的时候 还能不能像此刻 这般镇定自若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她会不会向本王求助 终于等到女主 去调查凤凰山的一天 小叶悠闲地 做着广播体操 只有行动了 男主才能去救你了 你们才能增进感情了 援助到这里 男女主已经开始霸道 王爷撬媳妇片段 恩爱缠绵 生死不离 他逃 他追 他插翅南飞 然后小叶开始一人分尸两绝 扮演男女主 王爷你别管我 你快走啊 不然这些凶残的海盗 会杀了你 我不走 你是我的女人 除了我谁都不能伤你一根头发 王爷我要跳牙了 答应我好好活下去 不 你如果死了 我绝不毒活 这剧情 小叶都模仿不下去了 你压倒是跳啊 磨磨叽叽半天 最凡这种狗血套路 两人在悬崖边哭哭啼啼 互诉中场 那些海盗 居然就这么安静地听着 神经病了 凤凯的正带劲 太傅出现在大门口 太傅憋了得来找小叶的理由 本是听说了你那日 在九王爷府的事 怕你想不开便来看看 如今看来是我作虑 不不不 我 我那个 我难过着呢 你难过 看着也不像啊 眼泪都没有 我的命好苦啊 我都不想活了 入正题吧 我听说小夏去凤凰山了 这你都能听说 你听谁说的 这你就不必知道了 我且告诉你 他去凤凰山 是要查海盗之事 小叶一惊 不对劲啊 老太傅知道的也太多了吧 原助理 他是在下雪间被抓了之后 才急匆匆上山救人的 他不会开了挂吧 太傅心说 原来你也会害怕 看来你当真不知道 旁人可以看到字幕这件事 嘴上开始煽风点火 他去凤凰山这么好的机会 你不趁机干点什么 小叶案都不好 完了完了 他不会连我的计划都知道了吧 救命啊 小叶感慨吐槽爽爽爽 可浪费口水的 宰相正妻 也就是小叶的妈走进来 女儿你醒了 一进门还哭上了 娘没为你的婚事铺好路 既让你昨夜一人潜入王府 做出如此显示 小叶心说 娘今天有咱俩对手戏吗 你昨晚在九王府出事之后 娘立刻让人封锁消息 但没想到 今日一早这消息 舅舅传得满京城沸沸扬扬 连圣上都知晓 一大早将相爷 召进宫中怒斥说 他叫你无方 连皇子都敢算计 还罚了三个月禁币 和一年奉务 小叶心说 当然是我让人传出去的 但是连累了爹也是无奈之举 但戏该也还得演 娘外面传成这个样子 如果沐云哥哥 还不肯娶我的话 那我只能一头撞死我 说什么胡话呢 你放心 不管用什么方法 娘一定会让九王爷娶你 小叶表面感动内心崩溃 不要多管闲事 我警告你 这时丫头报告 小姐有贵人给您送了礼物 啊 拿远一点 可别是什么炸药包之类的 打开一看 好漂亮的点萃 九王爷 那个腹黑鬼 有这么大方 送这么贵重的礼物 一定是在上面下了毒响 毒死我 去去 快把这玩意儿收起来 拿到库房挖个坑埋上 小叶躺到床上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这男主性情大变啊 我得加速黑话 尽快进入到复仇爽文情节 省得日日受这样的惊吓 原著里 自己是怎么黑话的呢 记得下药被发现后 还出了一件 抄家灭族的大事 才会触敌反弹 彻底黑话 对了 想起来了 我下药被发现 受万人唾弃 只是导火索 后续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件事 其实我看原著的时候 也有些糊涂 依稀记得 是救了一个什么人 却不知自己已经一步 踏入旁人的陷阱 那人趁我情场失忆 又遭万人唾弃时 在我不离不弃 令我误以为 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没想到 那人利用我的信任 偷取载相观应伟 造信件 让我一家蒙冤兽区 被抄家下语 为了解救父母 自己揽下所有罪行 最后被流放边疆 即便如此 却仍有人不愿放股 流放路上 被派来取我性命之人 起了胆心 我无力反抗 如此屈辱 令他在催谈中 丧失了最后一丝人性 彻底非话 哎 真不理解 古代恶毒女配的 非话原因 难不成 已经形成定律了 这或许就是 压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了 能不能跳过这一段 应该不能吧 不想眼仇人 夏佛 小爷问小赫 我让你 帮我查的那两个草后 查的怎么样了 查到了 之前是东海的海盗 后来成了 凤凰山的土匪头子之一 这两个海盗 此前一直在 东海一带活动 后来九王爷 去东海巡年的时候 把他们抓回来 最后在太室口 斩首示众 不知道为何没死 小夏意识到 两个死人 居然安然无恙 在城中出入 这背后定有大人物 在遮掩和运营 但东海在谁的 管辖范围之中了 小夏忽然想起 姐姐出事的 龙泉寺房间地面 有散落的眼睛 小夏当即决定 要亲自去一趟凤凰山 小赫想起 小夜的吐槽字幕 知道未来小夏 会被土匪掳掠 做压寨夫人 即便不知真假 但遇到这样 凶险之事 自己还是担忧小夏安危 算了 按照字幕所说 九王爷才是男主角 自然会去救小夏 我又何必再忧心扰神 平白招人厌恶